大家早晨,昨天财政司司长宣读财政预算案 臨尾就说增加股票印花水增加了三成 不过他说觉得港股跟着的急跌 最高恒生指数跌过1100点 就跟这个应该没关系 信不信就大家想想 但如果你说问我的话,没关系有鬼 起码都是一个,你可以说 OK,本身都息累了很多的升幅 要往下调整 这个不是一个催化剂,令它跌得急 怎会没关系 加的不太多,三成多不多 那就见仁见智了 不要说一样,说回市场 究竟跌完未呢? 我觉得短线仍未跌完 因为C浪未走完 但会不会C中4反弹呢? 不排除这个机会 我昨天也说了 在我自己的分析里说了 就是说 这个C中4开始 可以是今天 可以是明天 即是说 亦都可以是昨天已经开始了 在低位 这三个可能性 不应该迟过明天的了 然后跌 升完C中4,又C中5 下跌 找尋整个C浪 即是整个4浪的底部 好了 昨天是亚太区股市 你看看 昨天亚太区股市是表现的 有两个股市升的 新加坡和悉尼股市 其他的全部都跌的 主要股市 跌幅是 以深圳股市2.4% 南韩股市2.4% 为大 因为我要 有些关于这些要说 先说回 跟着的欧洲股市 美国股市 全部都向好的 那是不是代表资金 有些在我们亚太区 特别是香港区 留在欧美股市 不知道了 昨天是原错的 见到收市 导致施工业平均指数 升了1.34% 而 纳斯特克指数 也都升了接近1% 欧洲股市 就升幅0.3% 0.8% 不等 那我 補充要说的是什么呢 你看看我们 真正变动率 这个是 计真正变动率 计真正变动率 计真正变动率都跌至3% 恒生指数3% 全部都3% 你听到 就最叻的科技股 是2.6% 那么 我们的财政司司长 就说 其实跌幅在 修区其他市场 都差不多 那你看看 是不是差不多 我 就觉得有点 睁睁睁睁睁睁 说大话 因为他今天没有看 的 没有看过市场 算了 那 那 五千元去消费 那 成交金額比率方面 就是 比对过去50个 交易日的平均成交金额 就是 高过的 升高上的 成交真的多 再创历史新高 而国主板市场 总成交金额 而国企指数 成分股 就不够多 那是不是又是反映出 那些北水 暂停流入 都要看一看 怕怕怕 因花税 表面看 不是加很多 但是我告诉你 实际 成本 是加大了30% 那你试一下 你做生意 某一项的成本 加你30% 那多不多 那就看看加什么 譬如 交易 增费 那30% 是不多 但是 印花税 我告诉你 平均来说 这一份 未加之前 已经比佣金大了 譬如 炒牛熊正 炒Warrant 不用佣金 那你说 多不多 当然多 对于长市 买了一年两年 当然没大影响 但是 对于 香港市场每天的成交 很多是短炒 甚至即日先 那这些 就会 令到 入市买卖 在意欲下降 这是肯定的 那 可能 财政司司长 不太明白香港市场里面 那些炒家的心态 那 接着 就见到 红酬股 红酬指数成份股 亦都是 未及的平均数 科技股 也未及的 只是及的 就是 综合指数 和 红酬指数成份股 红酬股 昨日港股收市的时候 美斯奇外破 三八八零点八百 升了 0.297% 全部五大指数 都是显著 非常偏低 特别是科技股 偏低5.9% 炎货主板市场 非散户主动卖股比率是46-54 不算很差 因为不够45-55 两个人 只要看流出的情况 资金正主动卖出 是高达171亿 近期的小见 那么大的资金正主动卖出金额 过去五个加日 平址是118亿 资金正主动买入 而过去五个加日 非散户主动卖股比率是54-46 差很远 一口一口 全日成交金额 去到3530 上次是3026 今次是3530亿 远高于平均数2628亿 卖空金额比率是13.14% 比平均比率的13.773% 略低 详细小小说高阶技术分析 好淡指标BBI 超短期 还是差 回到20水平 特别是综合指数和恒生指数 刚才你见到 综合指数成分股 恒生指数成分股的成交金额 显著上升 但是 它的表现是显著为差 包括国企指数 都差 当然 并非好事 短期 亦是分为20-30 在30附近的水平 亦是差 连中期都跌穿50 平均值 长期 显著向好 现在只剩下向好 在好淡指标 升降指标 五个 全部都是负数 而负数最多的是 科技指数 是-90 接近-100 極限 即是 全部这五个指数 这五个板块 只是以蓝筹股 有少少支持 所以 启示昨天美股升了 大户 在低位买回来 平均线分布比率 是0 0 0 16 和0 这叫做好少少 16 都是低的 50是中间分界的 很少见的 大家 通常这个是40 50 60 最多都是30 70 是0 0 5 6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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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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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是40,50,60, 接近40, 即是差 昨天的5-6个板块总成交金额就在上边 比对过5个月的平均数是显著增加 大跌市,最后跌至900多点收市, 还显著增加成交金额 这就不算增加多, 红筹, 7.9% 然后股票的直播率, RETURN RISK RATIAL 有没有一些深色的, 这一只 指数就没有, 指数就没有特别值得做好 或者做淡的 无论是很短线的20个加日计, 或者很长线的250个加日计 但是个别股票投10大, 主要用作参考是买卖牛红证 相关牛红证, 相关衍生权证的 恒生超速成分股 10大社值 就有一只是负3, 即是如果你是今天要抠高位买 红证, 或者买 衍生权证的凝固权证 优先的就是这只 腾送 第二就是小米 这两只是最差的 但是如果你要博反弹, 一只是941 这个是超短线的 你再看长一点, 不过我看的也不要 不要看六十二天 如果真的要看的, 一只是回控 深色的 深蓝色的 中线就没什么特别 长线就是一只美团 长线是看美团 一只 大家都懂得看 这个是深色 深蓝色和深紫色 深蓝色是正数的, 深紫色是负数的 指数期货好淡大户角力的情况 加权收市位和成交量配合分析 恒指期货昨天是跌和跌, 各指期货都是 当然是跌, 而成交是减少 低位都不是那么多根据沽盘 去到很低位的时候 大户都是想着大约上去沽 五个交易日合计的TWI角力指标 TWI角力指标 是负三和正三 很差 跌得很厉害 过去五个交易日 但是 成交亦是非常配合的 国指期货更差 是负五和正三 跌得更加厉害 成交是 显着配合的 坚离值 苏 由正1342跌到739 国指期货更加由正240 跌到负五 变了负数 幸好家权平均值两个依然在正数 1.8 54% 和正0.6 18% 启示 市价格是向淡居多 暂时的低位都有支持 但是支持越来越减 不过 已经接近 二月份期货期权到期日 恒指期货 看一看 远柱下跌市况 国指期货都是 波指期货都是 但是你看那个斜度 就似乎现在变了 蓝筹跌得更加急 国企 差一点点没那么急 但是 波指 是那个 跌势 好像是 相对地 去到低位 有个支持 出现 是吧 两个月份合约的未平出入约定数 合计 恒指期货显著 减少 减少 国指期货都是显著减少 但幅度没那么厉害 科指期货不变 我们看减少 市场减少 昨天 无论是外资大户和中资大户 好优大户都在 很积极地评价计数 特别是 蓝筹股 外资好优大户 即是说去到低户 1100点 他们觉得很够 起码都是 就算再创新低的 迟些 都是要先弹一弹 符合我的 三中四 反弹落 已经 即将在今天 最迟明天 展开的预期 留意不要那么开心 我们三中四 一个微浪反弹 不要薄 今天高开之后 就不要薄 因为高开之后 你的直播率就低很多了 那表示 市今天是张建底 即是 试一试低位 或者 如果它平开 试一试低位 或者低开 就可能很快就彈上来 如果它高开 再回一回 试到即使支持 即是好有 将即使防线退了上去 就会反弹 是反弹 不是新升浪 接着科技股市场里面 就是不变 代表曾经 淡有大活 开新仓 徒利的同事 好有大活 到平球仓 计算 今天科技股 是会反复再跌的 但上去 会率先 跌下来 将会是科技股 科技股 现在的微平仓 正数 两个月份 合计 10700 一张 所以我就开始了 不说五成半至六成 可信性 可靠性 准确程度 是说六成 33个行业里面 昨天 红色 多过蓝色 资金正主动 卖出 多过资金正主动 买入 资金正主动 明显的 B字 超过10亿 有71亿 远金付 买出 医疗保健业18亿 汽车业11亿 资讯 科技器材业24亿 工业接近12亿 这些都是大户 沽盘 下注的板块 来的 托上来 抢来买货 趁低 有没有 是有的 不过 就不多了 就没说10亿 那么多了 主要是地产 1亿多 酒店 餐饮及休闲业 多些 3亿5 保险业 2亿7 就这三个板块 主要都是这三个板块 大家看一下 公用事业 都有这个 5000万 左右 然后看看493个恒生综合指数成分股 头10个 还是得中电控股 公用事股 是上升的 正常的 大跌市 升公用股 跌幅超过5% 最多是港交所 首当其冲 之后都发出一个很无奈的声明 很遗憾 他加印巴税 但都理解的 为什么 就是 他起不起欢呢 看到价位就知道 他起不起欢不知道 投资者就不起欢了 觉得他因而受影响了 交投 我们的财政司司长有没有想一想 为什么大家都这样想 他会 相反的想法呢 接着呢 7%的跌 有信尔玻璃 5%另外的还有 5.5%的超商银行 和信尔光学科技 都是5%的跌幅 这样的表现 跌幅较大 估计 过去5个加日合计 累积升幅 仍然有10%以上 就已经没有了 10头10只 新地还有9% 接近一点 跌幅超过10% 就有了 一只信尔光学 信尔光学科技 跌幅15%的累积 接近10%的 就有 头两位 两只 阿里巴巴和港交所 创52周身高 就有 铃河娱乐 和 信尔玻璃 这只依然是 创52周身高 厉害 不过可惜 最后到 跌收场 那啟是 铃河娱乐 80.3这个位 信尔玻璃 24.5这个位 已经成为短期的初步支持 希望在未来两三个加日 站到这位上 收市 否则 都是跟随大市先回远 就算它是强势股 日后再升的机会大些 主动买股比率 表现最好的 63-37的中电 和61-39的信尔玻璃 即是说信尔玻璃 24.5跌回来 之后 去到21.7.5 就一直跌 一直都有数货 大家可能都要 短线都要留意 这只股票 我没有建议 大家亦试买 我的分析 很客观地 告诉你 形势 根据数据 根据大户 市场的行踪 根据成交 金额 和 卖股 情况 主动卖股 情况的变化 和大家分析 哪些股票 有什么现象 是最值得留意 是不是买 大家还要看很多 看市场是如何 市场走不走 图表形势是如何 还要再看 大家自行判断 我就不会建议大家 去追货 买货 哪些买 哪些不买 买中 然后 神准 看中 之类 我 不是要 想得到这些掌声 做回我的本分 另外60 比40 以上 除了 有 顺义玻璃之外 也有 63 37 中电控股 和 64 36 招商银行 这些都是 数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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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要买进去 你买进去 短期是 好处 但是在这个位买 是 另一回事 量比超 3.0 只有1只 6.0 那么高 就是港交所 今天要看着 489.6 支持位 565 都很肯定 已经成为短期 非常重要的 顶部 昨天 比了一行 叭打系数 大家看 这个0 这个模 就代表它 太新 未计算到 未够足够的数据 计算出来 这次也会有 今天比多一行 市值 这个是市值 这是股票的市值 不是流通市值 流通市值 我们在香港 就不像上海 深圳 交易所也有提供的 港交所也没有提供的 流通市值 我们 可能定义 难定 大家看哪些是大型股 哪些是中型股 哪些是小型股 在这里 就看到了 阿里巴巴 市值是多少 是52,554亿 然后 有一只 例如 福耀玻璃 大家都很喜欢炒 整天 股评人推介的 是多少 257亿 小很多 当然 我放得上来的 这就是 恒生综合指数成分股 也不会太小 起码属于 小型股 三线股 如果大家觉得 我加了这两行之后 令到这次一定缩小了 是太小了 你告诉我 那我就减了两行 但如果你觉得 没问题的 都 不是小 数字 不是小很多 都看到的 我给多两行 大家参考 虽然这两行 是比长线投资者参考的 放入我的专业综合根式表里面 表现最好是中电 然后 新鸿基地产 过去一两天都有提 然后到中国银行 不过都是跌市收场 回回来看看 新鸿基地产 新鸿基地产 有什么特别呢 昨天跌了2.6% 刚才说的 累积升幅 还有9% 主动买股比率是58% 主动买股比率是42% 量比率是1.483% 不是什么特别 还有中 刚才还有一只 刚才还有一只 是第3位 是中国银行 为什么去了这里 三港交所 有点错了 资金准处动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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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美团 最多的 28亿 卖出 刚才看 看第一只资金准处动卖出 最多的 阿里巴巴 只有4亿 28亿 然后到25亿 腾讯 小米 是 19亿 20亿 10只全都跌 跌幅 5% 很多 我说两只算了 保利协音能源 跌14% 金山远景 跌13% 跌13% 那就是多了 过去5、6日累积的跌 升幅 中移动 升10.7% 刚才跟大家说了 中移动强势 跌幅超过10% 又是很多 那我们说最差的两只就算了 就是保利协音能源 和金山远景 3888 接着呢 主动卖沽比率 有没有30比75差的 没有 但接近有两只 就是金山远景 33比67 和34比66 中国飞航 量比 3.0的够 一只 就是金山远景 那专业组合分析表现时呢 表现最差的这10只之中 第一只是美团 第二只是腾讯 第三只是小米 被人按着打这三只 这三只平时都这么大成交的 一个利淡消息 当然是按着它去 这三只 表现最差 没错 1,2,3 没错 接着呢 讲的办法是 其他金融 为什么呢 我想讲港交所 它是属于其他金融业的 其他金融业有很多 我只看头的 1,2,3,4,2,6只 叫做 大市值股票 大市值股票 根据成交金融牌 只有一只升 就是文银资本 1141 市值只有82亿 平时都不会 不会 碰 那就是 升跌幅的 有没有特别的 跌得最多的 8.7% 港交所之外 其他那些 就没什么特别 那些跌6% 就是 卫里集团 806 显著一些 累积 升跌 不过去 5个交易 最劲的就是 文银 资本 升了46% 虽然它昨天 只是升了 1.17% 跌的 90% 有3个 包括最多15% 中 金 公司 就是3908 跟着 刚才说的 卫里集团 12.58 3% 和10.94% 中信 建投 政券 6066 主动卖股比率 有1个 到30-70 差的 就是 中国 信达 1359 量比 特别留意 港交所 6倍 刚才说过 这个是以 成交金額排列的 成交金額是207亿的港交所 放在我的专业中 分析表里面表现最 好的 sorry 不是最好 是10只都差 因为全部加平升降动力是负数的 10只不是负数 表现最没那么差的 就是中国信达 第2差的 第2没那么差的 就是文银资本 第3没那么差 就是 卫里集团 不过全部都差 那股票 那收市的时候 看一看 它的 合理值 合理值 比 不是合理值 它收市合理值在这里 合理值 它比美子 的表现 是偏低的 全部都是 偏低幅度 以港交所最大 第3 跟着 就到 卫里集团 第3 就到 5.757 中金公司 这10只之中 只有一只港交所在我选顾名单 其他9只就不要碰了 就算是写市 升上来碰的 都是短炒 短炒 少住短炒 不可以做中长线投资的对象 至于港交所 它中线排行 是不值得持有的 是不值得持有的 59位 但是长线 它排在第10位 即是如果大家是 拿了货 如果未拿货 就不买的 为什么呢 我有个原理 不像 电台节目那样问 你买了没 买了没 买不买 是没关系的 除非你像我那样的分析 因为我根据我的分析 有红色 啡色 橙色 绿色 四个蓝色 如果你未买的 你应该买红色 红色是没位分的 只有第10位 不是8位以内 但是如果你是 10位是啡色 即是你买了 是继续持有的 所以是两个不同的看法 不是 随便问一问 你买了没有 有没有重货 什么位买 来判断 我怎样分析给你听 就说完这个 稍后 今天讲的股票 我昨天讲了一点 即是讲了一点 在第二段 投资金分析 今天讲的股票 是 港交所 详细和你分析 短 中 期 讲图表 先讲短期的日线图 这两个高位 画一条直线 在这两个高位 中间所涉及的交易 找个最低位 最远的位 画一条直线的平行线 形成一条上升通道 以昨天收市位 在509元计 最低的489元 跌穿了 今天 反弹上去 如果不能够 反弹上去保力 这个上升通道 这个上升通道里面 就代表 代表这个后抽 试完之后 会再跌的机会很大 起码试这个位 再试这个位 会穿的机会很大 这个位是什么 稍后再讲 平均线分布 价位跌穿了5天 平均线跌穿了20天 有机会试50天平均线 今天50天平均线 应该再高一点 未必是今天试 可能明天或下星期 初试 成交金额非常大 这个平均线分布形势 应该是向淡的 最后我们看 这个的 美资期房 现在是3926点 88 3926点 88 就是升了0.99 那么依此计算 我们的五大指数合理值 是这里的 即是说 如果合理的话 如果一会 9点 20分的时候 美资期房没有变动的话 恒生思数应该是升447点 但是升不升了那么多呢 我们本身有自己 自弱的因素 所以我就 非常保留了 你升了 300点 已经很厉害了 200多点已经很厉害了 上边 阻力位 再升上去 很过分 升上去 追落效仿 534点 很厉害了 这里 如果真的被你有幸见到 447-534点 这些位置 你部署 即市 分批沽 其次 是 根据图表形势 入市 以及要走位 这里不用说了 下面 可以 如果真的市况下跌 很差 可以跌423点 到今天 所以今天的即市波幅 是不小 大家小心一点 刚才那10只 其他金融业 股票 大市值 合理值 就在这里 即市 第一个重要 阻力位 就在这里 即市第一个重要 支持位 就在这里 大家参考 好 今天 第一段的分析 到此为止 多谢各位收看 来